哇,这么漂亮的天鹅拉花是哪家咖啡厅呢? 一提到咖啡文化,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墨尔本吧?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澳洲第一名的咖啡厅竟然在布里斯本哟! 今天带大家来看的这间就是传说中第一名的咖啡厅 它就坐落在布里斯本City 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 而且每天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哟 我也是这里的常客呢 喜欢咖啡的你有空到布里斯本的话 别忘了来朝圣一下吧 刚刚看过这么漂亮的咖啡还有这么棒的咖啡厅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都很想要学习怎么做出漂亮的咖啡 或者是在餐厅工作呢? 其实啊,我已经帮大家去试过这个咖啡厅的课程咯 这是我们家的小红,现在就来试试看这个课程的成果吧 首先呢,要先去试咖啡厅 咖啡厅 接着呢,就要开始打奶套咯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拉花咯 刚刚帮大家拉的那个图案是叶子的图案 先来试试看有没有其他的图案吧 这个是爱心的图案 其实啊,在澳洲像是这种没有装饰的咖啡 通常就叫做latte,或者是black wine 但是呢,如果说像是cappuccino 其实它跟台湾是很不一样的哦 因为在澳洲这边,cappuccino上面会撒上一层咖啡粉 所以呢,就算你在咖啡厅工作的时候 咖啡拉失败了,拉花拉失败了 你不要担心,因为还有其他的补救办法 登登,就是这个咖啡粉 如果有客人想要点cappuccino的话呢 吃吃吃吃 不要在下面写上咖啡粉 登,就是一杯cappuccino咯